很开心找到大脊围,维哥接受的访问 维哥你好 维哥,其实大脊围这个名字是谁帮你改的? 主要是那时候我从小到大 我觉得是很健碩的 不过到后期,去了园院之后 我经常在这里举重 记者上来看到的 我经常举重 胸肌、腹肌都现出来 成身汗,好像人家举重比赛那些 他们看得多就叫我大脊围 在报纸里写 记者帮你改的? 是的 那时候的球员有很多花名 每个都有花名 我感觉那时候的球员 没有花名的球就很普通 多数有花名 每个都有赌的? 是的,有赌的 最差的那些都有赌的 在我认识看球 五七五八年开始看球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一场球再看比喽水晶队 我说他五十多分钟就赢不了 贏不了华联的 但是没有气力不够才输 那脚法呢 大家都差不多 我觉得以前的球员很好脚法 而且我看他对日本、韩国 日本不用说赢了他 对韩国六四波 香港的球员就赢不了他 我说以前的球员 踢法除了脚法好之外 硬朗 很差的 打着球 很差的 差你三五分钟 在亚洲来说 是不是有些像日本的打法 你说得对 有一次南华对日本 如果你不告诉我哪里 我以后那里是香港 其实日本队 日本没学 你现在看日本踢球 就是看以前香港人踢球 阿维哥你的职业足球生涯 由流浪会开始 就不得利找你了 那你其实当年认识不得利的时候 他给你什么印象 不得利呢 他是一个 就是他 不懂踢球 但是我很喜欢足球 他是苏格兰人 他不懂得教我们技术 只是跑十个圈 因为据问他是一个洋行的经理 不是足球 他以前来香港的时候 他不是足球人 就是据我所知 他在洋行做 做事 他喜欢足球 就搞了一堆流浪 他也是捅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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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冠 后来才搞了丙祖 搞了丙祖 月祖 在这个六五年 升了上甲祖 当年阿维哥 你在足球生涯 刚开始 没多久 那两三年 其实在香港发生了六七暴动 暴动那段期间 你也在踢甲组 是 那时候 有没有影响你们的赛事 没有 没有影响 有时候 譬如 暴动 他不是在球场那边暴动的 当然影响心情 虽然是年轻 以前我们不是很理政治 所以 好 踢远远我也知道是左派的 我不是很理政治 我只是踢球而已 是的 因为大家都说 远远是左派 所以东方就是国共大致 整个都用来做话题 是的 你们做球员有没有感受到 这些左右派的事情 到后期有 早期没有 早期呢 我经常说我自己是逍遥人 我只说不如赤球而已 我不理政治的 我不知道什么 爱不爱国 但是后期呢 就接触得多 就开始知道了 嗯 那很多 以前愚英会呢 你上到去呢 全部 红当当的 打到美国主义啊 或者 看人民日报啊 所以 我懂得看简体字 而且懂得写简体字 因为是看人民日报 是 是 大部分最好球的 都代表中华民国 但是阿维看你的记录呢 你是代表香港队的 嗯 为什么那时候 你又没有入选中华民国呢 我据我所知 当年呢 最初 选人的时候呢 是由 台湾 来香港选人的 嗯 就是台湾选人先的 那 哇 張之代啊 立了好人 王文慧啊 全部都去了 代表 中华民国 那 到我们那时候呢 有个 不得利 我的班主呢 他说 在中华总会 就有些势力的 嗯 他说现在要改变 啊 找个蓝皮书 要香港选人先 青年军 嗯 选人呢 选人呢 选人剩下一些 才给台湾 好像说那些华调 都是捧台湾 对啊 我年轻的时候 代表香港啊 那你出到外呢 喂 在当年 外交来说 全部都是台湾的啦 马来西亚 新加坡啊 啊 菲律宾啊 这些 香港没地位 你香港是殖民地 但是领事馆不理你的 英国领事馆 啊 华调不理你 你香港人 你不是国家 啊 那他呢 你华调又送生哥来啊 又有些东西 华调又博很多啊 香港队族没有粉丝的 香港队族没有粉丝的 香港队族没有 没有粉丝的 所以呢 那时候呢 有部分 包括我在内 代表香港好像没有什么荣誉感的 那时候啊 还有呢 我觉得那时候呢 球员呢 代表香港出去呢 去游浮而已 不是踢球 真的 不是很容易 但是后来呢 后来呢 七三年呢 赤这个西班维赛开始呢 那些球员呢 就知道 拼搏 拼国际赛 要拼搏 要拼搏 要 要 找出 榮譽 代表香港的榮譽 七三年开始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下来 到后期七五啊 七七啊 到 八六年 五一九啊 八五年啊 就是球员开始 知道拼搏 是会成功的 就是在我 我踢来说呢 就是最虚陷的 这两个Tournament 周班外赛 这次在香港踢 还有这个 七七年 七八年世界盃 七七年外赛 我们出不出事呢 就看北韩那一场 是 上半场输了2比0 是 下半场呢 追回2比2 2比2 2比2是加时啦 加时呢 有一球球呢 我在底线全周呢 胡国鸿呢 衝上去 12碼点铲入 那时候临完场 还有2分钟左右 就是加时之后 那我买和他握手 胡国鸿都说 不要动我先 抽筋了 抽筋了 不要动我先 那就是 三美赛 打算赢了 打算赢了 那有一球球 那又再开球 再开球 有一球球 我还记得那球球 那时候我还站在役位那里 他一pass that 朱翁拳呢 就在龙门口 走出来大禁区边 左边 右边 在场馆右边 我想拿个球 北韩仔 在左翼那边来的 那时候我们攻大中 香港攻大中 北韩就攻场馆 在场馆左边 在左翼那边 包围右边 这边这么规角 这边是中场 那时候 就在这个pass back 这样被他追到 那 那 捉拳不够快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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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终的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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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接著到大樓仔射 大樓仔不入 那個人射入 我就輸了 應該呢 贏了這場球就位於伊朗 中國第一個 我們第二 我們輸給中國一比零 贏泰國 贏汶萊 贏日本 你是和北韓爭的 位於伊朗決賽 現在不開心 香港第一次 是在外地轉播足球回香港的 第一次 就是這場對新加坡的世界盃外園17 直播的 無線直播的 聽說有二百萬人在看的 好像說你回來香港都 是呀 很高興的 回來香港 廣督 不用說了 拿冠軍廣督就電報來 在飛機 電報上飛機 叫機師宣布 congratulation 這些東西 下飛機 啟德機場當然是萬人空巷 迫著玻璃都爆了 我去坐的士 的士都不收錢 我送一條胎給他 早來送一條胎 在飛機 都不要 是呀 是呀 什麼呀 那個蔡英明 基本上 各個球員一尺都很賣力 那時候 包括他很認真 他特意飛去印尼 印尼那時候是大二門來的 他飛去印尼 看印尼對巴西 一場球 一場球員 整個球員最突出 經常強調那個 叫做伊沙瓦迪很厲害 他有幾個球員 在香港看李安道 在香港踢國 我們知道他是什麼球 是那個伊沙瓦迪 我們不知道而已 他說伊沙瓦迪的球 好像奇雲基 那樣 不是多厲害 那時候就是很重視 第一場球就是對印尼 哇 上半場 踢完之後 輸了1比0 哇 好像下半場 發奮 都贏了4比1 那對球就有士氣 贏了一場 大炒印尼 為什麼張之代 張之代去英國回來 張之代去英國 62年回來踢元朗 我那時候看他踢球 我五年才開始踢球 我還看過他踢球 即是你年輕人看張之代 是的 我年輕人看過 六零年看過 他踢東華會那時候 那時候他都是好球 但是沒有後來那麼成熟 只有走字 有點腳法 去年英國回來 在香港 遇入無人之境 說過了過了過了 推著那個球 氣力好 而且他的球 跟普通一般球員不同 他不做假身不罪 他一推 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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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就過去了 看你死腳 過了 你抬都抬不到 想踢他也踢不到 我初來以為 他最高紀錄 可以連過五個球員 原來不是 我不是說他最高紀錄 連過六個 所以他小朋友拍著他 那時候就很好踢 他連過了四五個球員 終於是站在籠門口就可以了 你把握他 終於把球出來 對著籠門還不進 經常勝 終於是他有基本技術 他是很厲害的 他的腳頭 他推過來那一下很厲害 他在大禁谷推進去那一下 然後他腳頭很厲害 但是他兩兄弟都腳頭很厲害 很厲害的 很重的 腳頭很重的 香港很多人做到 當年 但是他做得最多 我眼見 可能連人帶球過 你後衛一個高球給他 他自己後衛給他 那又來抬他 有人衝過來拿球 他一拿球就轉身過來 不用做第二下動作 做一下動作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快了 拿球很重要的 人家在底線找個球出來 你在大禁谷邊 你第一下拿一個球 拿得漂亮 譬如我想拿一個右腳射 就拿一個右腳射 但是以下已經可以搬弓了 是吧 去完英國回來 他踢了一場半甲 而已 張之代 已經射了一球了 當年很厲害的 現在我看他的訪問 現在有些球員 跟他踢多一些 都說張之代厲害 這個中國仔很厲害 不過他可能空式 還有沒有踢甲組 他就走 他跟我說 我複術而已 袁權益 我偽像 當時我看的大球就是他 他是和我同隊 他教的 在國際賽中 教我很多東西 他說 你敢夠膽 我斬球的時候 我應該是在國球斬球 不知道對哪裡 對柬埔寨 泰國之類 那個精堅撞住你的 你拿著你 走著你 踩著他的腳面 然後衝前 我打他第一條柱給你 你踩著他的腳面 他就起不了了 他比你更慢 是啊 這些是國際賽 你踢球踢國際賽 我都有好位矛 你知道嗎 那個年代都已經 那個年代很矛 因為沒有相機 沒有東西拍著 只是球證 你沒有球 走位 踢你腳 腳踩 腳尾 鬆踩 什麼都來 拔褲 他最流行 最喜歡的 用手指勾 我背著他 那是中天 當然是用手指勾著你的褲 那他就動不了 是啊 你想走 他就跟著你的褲 那你走 離開一點 他就放手 你真的 吹不上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 訪問過很多名宿 都說以前那個年代 很多人不喜歡打中鋒 是啊 真的好難打的 打中鋒 你經常背著別人 背著別人 拿著球 經常被人踢 是啊 所以如果你熟了之後 就不是很難打 你走多點的位置就可以了 你被譽為亞洲第一中鋒 其實這個名字 那時候是否報章提出來的 因為這些記者 在1977年這個亞洲班外彩 可能我 踢得比較突出一點 當時沒有其他突出中鋒 亞洲 即是那幾個國家 那些人就在那裡說 在那裡傳 那些記者 主要都是記者 不是記者說 誰說的 你足球生涯開始成熟的時候 就變了你是港隊的老大哥 那當時的中鋒 除了你之後 應該都是講的是 就是魂魂自強 嗯 聽說你也跟他有些淵源 是啊 那我做 我七五年就打下周伯 北韓這次 我們在六軍球場集訓 就是香港隊 那當年呢 青年軍 香港青年軍 又在六軍球場集訓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在隔離場 我們在練球 都隔不中看過 看那些年輕人 那時候都很關心 那些年輕球員 即是接班的 我一看 我一看 咦這年輕人這麼厲害 即是離遠 哇 那些短跑速度這麼厲害 整班小孩 譬如七八個人 跑半個球場 衝刺 他零零射射 贏五六個身位 韓智強 哇 我說這個小孩厲害 都非慈忠勿 那天 是 是 那時候他十八歲 他很快 很快上去 去完之後 安回來了七五年 接著 在拿會上甲組 接著入選項公代表隊 那時候總會 特地安排 包勤 特地安排我和他同房 即是說 可以引渡一下他 那他 當時我看他的優勢 他的優勢 速度好 頭鎚好 因為他那時候 我知道他經常連頭鎚 腳發就一般 但是他的敗勢力都不錯 他衝過去射球那一下 頭鎚最好 空球也一般 我經常叫他 你搞好這兩樣東西 金區裏面 你打中鋒 那些球 成宅人圍著你 十二馬 那些人圍著你 你那些球不好 被人踩到你 真的變成屎餅 藍牙會的人 經常叫他一世救運 以前 他為什麼一世救運 當然有一個原因 因為他有個球場 他原憑郭錦雄 以前七拿會 他們練球四點開始練 練到五點半 但是球場是他的 那些球員 那些球員 兩點半 走出來練球 那 夏天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開升 七點 還沒黑 你說什麼 他由兩點半 在球場 到七點 才完結 你看 他放多少時間 在球場 那些球員 他整天都在練 練氣 他拿著那個球走 都是在練氣 所以他同親 第二隊比賽 氣力更好 於第二隊 所以他整天 最後幾分鐘 進入球 所以他不是一世救運 其實不是一世救運 他的氣力好 我那時候在院會 突然間會 拿那些人物物報出來看 所以我還可以曬冠軍來 我打冰波 他最後一天不練 講練球 一天不練 就自己知道 是你自己知道的 第二天不練 隊友知道 第三天不練 就觀眾也知道 老闆知道 就是你不練球 你懶得 你懶得 還有運動 不練不行 一定要練 要下苦功 你踢足球好 打冰波好 打羽毛猴好 游泳好 任何運動 所有都要練習 什麼叫熟能生巧 你把球 你想做足球 職業足球員 你就要把球 玩到滾瓜爛熟 氣力 做運動員 氣力 鬥志 技術 全部都包含 踢中鋒 頭頂腳踢 運球 射球 撞 什麼都要 速度 要很多東西配合 身形 你有這樣的條件 你就做得好 球員一定要 沒有切勁走 運動員 運動員 靠苦練 你要做得熟 你要花很多時間 一個動作可能要你 練半年也不定 練一年也不定 你要做得熟 我覺得 現在的球員 練球 放的時間太少了 我們 五十年前 二十個半小時 練一次球 現在五十年後 二十個半小時 練一次球 你究竟把一天 你職業球員 你把多少時間 在球場 對著球 有很多 當然 他現在的氣力 無法反應是好的 但是腳化差了 我們現在看香港隊 看普通聯賽 說 控球 踏離腳 拆球 不拆過三腳 拿球 騰騰震 拿球 無論都不好 這些就是平時練球練出來的 外國球員 為什麼會這麼好球 如果不是天生的舞球 師朗 美師 全部練出來的 我們以前 沒得看的 有得看 四年看一次 世界杯 世界杯 去戲院看的 年輕人 看世界杯 拆大人 三美入場 哪有錢買票 四年支張票 好像人家看電影 對 世界杯 它濃縮之後 不如1925多年 五四五八年的時候 世界杯 濃縮之後 就運來香港 在戲院播的 四號支張票 我們就在戲院 站在那裡 有個人一監頭 拆著 先生帶我進去 到1976年 包括帶我去看 德國的球員 練球 我才第一次看 1976年 你看我1965年開始 打球 1976年 才親身去一個地方 在香港 在香港 去看 德國的球員 怎麼練球 斯拉 高露夫 荷蘭的球員 怎麼練球 這麼大名氣 高露夫 在中場 帶球 沒有人拆你的 帶球 沒有龍門 沒有龍門 沒有守門員 只有龍門 在世禁區射 左轉頭 中場 又拿球 在世禁區時 副教練 站在那裡看著你 戴了百尺 你在中場 戴著那個球 郭奧夫做吳大明氣 他都要這樣練 斯拉 後腳 和金頭 他的頭髓先後 全部都這樣練 非沙德國的中鋒 非沙打倒寡 你以為他腹輪 在比賽的時候 放八張點 在十二碼點上 左右翼斬出來 被他不斷掛 不斷掛 掛到熟了 你們那個年代的球場 什麼樣 我們都是練過半小時的球 不過 我就是告訴你 很厲害的 哪會 袁拳翼 郭錦鴻 其他球員 練四點 他兩點半就出了球場 沒有教練 那時候自己拿過球 自己拿過球 上球場 跳一下 自己踢高的球 孔下來 踢得衰的 追回去 控住他 誰叫你踢得衰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拔馬地 一樣過半小時 四點半 練到六點 我就是三點鐘 衝出去 三點半 出去 當年的球場配套 跟現在一樣 都是一樣 一一樣 沒有球場 那時候 那個場還沒到你 你就在場邊 帶球 在場邊帶球 做假動作 跳一下 踢一下球 他把球場 大約是兩三尺高 你就射到牆上 彈出來 你射得不好 射上鐵書網 你就埋拾球 你一定要射到低波 按低那波 射到牆上 彈出來 你不用撿球 你想 你射低波 射高波 你再高一點 出了沙地 跑了沙地 那時候 你就出去撿球自己 你三點出來 三點半出來 就是你要利用 你懶你 你就不要出 就等到四點半 大隊練那時候 你自己加操 好 六點鐘練完了 還沒天黑 又在那邊操 又在那邊擦 擦一波 擦到七點才走 要那個看耿 喂 關門了 跑快點 走 那我們一次連播 都放四個小時 下去 五個小時 其實講 這個條件上的限制 幾十年來都沒有變 自己利用 香港隊 就這樣香港隊 打國際賽 對著南韓 對著北韓 對著日本 都沒怕過 不怕他們 上落 一球半球 不夠運 就輸給你 不過 你說我對這麼多次南韓 我真的沒贏過他 這些球員很有鬥志 這些球員 今時今日 人家這兩隊球 在七幾年到現在 已經上了世界 十幾名了 十幾名內 已經 香港現在去到一百四十幾 那你敢不敢看 開不開心 當然不開心 那要後背 喂 我們已經是廢了 講的 現在靠年輕人 踢球 靠年輕 年輕力壯 你就要去練 喂 做職業足球員 踢好球 你就多錢了 你現在不要說去踢這些 不要說去歐洲踢 你入到 中央中超 中央中超 你現在站好 好 她限制的人 你好棒 他不請你 當你外門進去 我不是說 如果給我 我現在還有這個雄身 讓我 fandom 你回去十七八歲 我真是要苦練 我一定要進入到中超 起碼 你先到中超 喂 中超現在 球球神奇 一個球員一千幾百萬一年 我覺得他不是好報 他哪裏叫融智行好報 說了當年 哪裏叫陳希榮 河街那些 都一千幾百萬一年 還沒計廣告費 接著他在歐洲 都不知道怎麼花錢 家長找他踢青年軍好像給他學紀律 都不是想踢球的 興趣班 不是想踢球練得這麼想 讀書 讀書就不想 唉 有時候很難說 看你是否投心 專心去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好的 那就靠你自己 好 今天多謝阿維哥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希望有機會再和你聊 好 多謝你 多謝 你們在看的是香港本地足球專區 我是鍾楚維